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在意 记忆真的为你爱情 我很珍惜 所以我选择把所有感觉都 藏心里 时而风浮模糊了胆愁 看不清 你会不会偶尔投入在心的念头 不可以对你守离别 可以潇洒挥挥手 你不要再为我原地灯火 沉默在风转 黑衣的视线有灵性 承诺没有许下 就当我不爱你 你真的为你爱情 我很珍惜 所以我选择把所有感觉都 藏心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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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沐清风杀了我爹 拿走金药 他还杀了霍神医 丹凤是在自说自话 你仅凭推测 就只证一个将军 阿信亲自去看过霍修的坟墓 发现霍修并没有死 是吗 从这一点来看 霍修身上的疑点就更多了 霍修 霍修这条线索 就拜托你查一查 好 可是现在本王最担心的是 沐将军是朝廷没官 又是被本王请到府上来的 如今却死在我的府上 我到底该怎么办 本王真是头大路了 王爷 你一定要相信丹凤 我真的没有杀他呀 我只是需要金药 杀他有什么用呢 再说 他要是死了 那线索不就断了吗 我听阿信讲 沐清风这个人 武功很高 就算他的醉酒乏力 凶手能如此干净利索地把他杀了 一定是对王府地经了如指掌 也一定是个 让他毫不设防之人 本王突然有一个可怕的设想 是什么 你们好好想想 德王府上下的人都知道 沐将军被我请到了府上来做客 倘若是德王府的人 故意暗中做了手脚 来嫁祸于我呢 可惜我们来迟了 不然还有可能感激 阻止此事 太可怕了 德王视我为敌 担心我会和他争备 所以 若是他手里陷害 他必将我囚禁到死为止 我一生都洗脱不了嫌疑 还会受众人拓满 就算是我们天皇洗脱了嫌疑 也许这德王 将做好了皇位 天下大军一定 您还是怀疑德王 就没有 怀疑过别人 难道不是 如果能够不费一兵一卒 就把竞争对手给除掉 他何乐而为 虽然梦将军跟他是好旁边 可是当面临皇位的时候 是去跟沐清风和个色调什么呢 本王一定向他解释清楚 我从来没有跟他争夺皇位的意思 是 其实我原本是想 当大局一定 就跟丹风一起回到我的封地 过着与世无政 自由安静的日子 嗯 王府发生这么大事情 若照王爷推测 德王爷很快会到府山要人 王爷 不如立即去献太后禀名 你要主动请罪 告辞了 沐清风 恐怕去杀了沐清风 去杀了他 王爷 啊 啊 什么 沐清风死在了你的府上 母后 儿臣查证 沐清风就是金鹏国的上官牧 对啊 这件事情 丹风姑娘可以作证 确实如此 太后娘娘 我认得她的容貌 而且除此之外 小女还查到 沐清风她杀了霍修 是沐清风杀了霍修 没错 儿臣本想 赵沐清风入府很清楚 让丹风一印象辨认一下 沐清风是不是上官牧 可没想到她被刺客杀死 如今是死无对证 赵总管 在 你马上通传统领大人 保护王府 警方刺客离当 遵旨 母后 您知道我府上妇孺居多 沐清风 又是武功高强的镇官将军 母后名剑 我与沐将军肃无恩援 就算加害 也不会选择在我自己的王府里面 动手啊 皇儿放心 只要能查明 沐清风就是上官牧 艾家自然会还你一个清白 母后 此事蹊跷 儿臣验刑牧将军 除我家人 就只有德王府的人知道 他在我府上 怎知刺客不是他排去的 之前 沐清风悄悄待兵如今又杀死或修 就在近日 沐清风又急诈边关精逼回京 这件事和德王必有关系 丹风姑娘 艾家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等艾家身子养好些 你进宫来陪艾家住一阵子可好 可以陪在太后身边聆听教诲 小女求之不得 昂儿 艾家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说 是 避开丹风 就是不想让他知道太多的龌龊之事 我看你们俩的感情增进不少 好 多谢母后关心 可能是京城所至今世为开吧 丹风姑娘最近对我体贴多了 那就好 既然是情投意合 就考虑婚姻大事吧 治愈朝政之事 你以后也不要插手太多 以免再生无畏事端了 儿臣谨遵母后教诲 对 皇帝近日噩梦连连 没睡过一个整觉 不是说胡话 就是睁着眼睛呆滞不语 几个时阵都不合眼 艾家心里难受啊 母后 那花满楼怎么说 她说 她说皇帝的时日不多 又说什么大陷将至 花满楼不会说谎的 来母后要考虑 皇兄的后事 难道你怕着皇帝驾崩 你怎么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儿臣不敢 这种后子都说得出口 还有什么不敢的 母后 儿臣也是为您着想 儿臣一直关心你和皇上的安危 只想让你有些心理准备 儿臣没有 儿臣我 儿臣也要下落不明 话满楼 来来去去就是那几句 你们是不是已经穿平好了 只等皇帝独发身亡 艾家告诉你 就算皇帝有什么不测 皇位也不是你的 丹凡凡 丹凡爱慰王爷 丹凡爱慰王爷 你爱慰王爷 丹凡爱慰王爷 丹凡爱慰王爷 我爱慰慰 我爱慰慰 丹凤 丹凤 丹凤开门 丹凤 开始都好好的 我只说错一句话 幕后就对我大发雷霆 还战凤凤说皇废绝对不会给我 她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是她的亲生儿子 是啊 你是她亲儿子 就算按照祖讯轮不到我 她也犯不着说狠话 一定要把我省得体无完肤 我心里有多寒呢 王爷您别着急 太后的本意不是这样的 幕后的本意 连我也弄不清楚了 都说血弄于水 母子连心心思可糊涂 可是她 竟然提防着我 我从小就不被父王所喜爱 我奋发努力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讨她的喜欢 不管我怎么做 她还是对我有解析 也许 她是怕穆清风的事情传出去 可母后就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了 红豆糕下毒一时她问都不问 就把我打入进宫还用了重心 她可曾想过我的感受 我为什么查母清风 我为什么 就是为了她和皇上 我想早日查到上官母和金药 没有一个人了解我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难处 更没有一个人替我做主主持公道 德王算什么 她不过就是一介拳脚莽夫 母后你可信这蠢顿小人 也不相信自己的亲生儿子 是啊 他们都是一群势力小人 但否 我真的想不明白 哪怕让我辅佐德王爷也好啊 还能建功立业一展才能 非要把我贬去封地 我有什么让她嫌弃的地方啊 王爷 您不要难过 您还有我啊 对 你说的没错 每次我陷入绝境 我就想到 我至少还有你 我就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其实有很多词 特别是我被误解的时候 我已经万年俱灰了 我甚至想过 我恨不得 以死来表达我的愤怒 可当我遇到了你 我就重新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我想 我不能做一个懦夫 至少我要给你一个安定的家 哎 啊 我 我 我 她 她 丹凤心里 您一直是个顶片立地的男人 从来都没有变化 丹凤 要亲近为王爷 要主动亲近为王爷 要主动亲近为王爷 丹凤要亲近为王爷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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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事找我 我想见你 我知道你最近来了几次 为什么要坚持 为什么一定要见我 我们是不同的人 何不 就此决绝以免在生意里 你不尝试 怎知不能 你从来就没有努力 放开自己内心去接受 我对你的情意 你是不相信我还是 不相信自己 我信不信总之命运提醒我 我们来棋世根本不可能 有些事 放下了 就自在了 或许只是你多虑了 我并没有那么在意 什么意思 我觉得惭愧 不知怎样来向你表示感谢 你应该告诉我 你为我做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霍天青来找过我 既然你都知道了 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我有话和你说 如果你来见我 只是要跟我说谢谢的话 那不必了 如果你死在青衣楼 我只会一辈子和我自己 我只是不想自己太难过而已 跟你没有关系 你听我说吧 我不仅仅是要感谢你 非夜 非夜 词 一百里发炉都差不多找遍了 居然还找不到 我们到底漏了哪里 我手里有三把金药 还差最后一把 再加上轴雾 金棚保护 就是我们的了 这个东西把金药藏到哪儿去了 你为什么要杀我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 我让你找他 动手吧 杀你 你记得吗 你曾说过 杀手最忌讳的就是赶金 一旦有赶金 就心念大乱离死不远了 你现在连我都打不够 事到如今 你还有何脸面回去见他呢 非烟 回到我身边吧 最适合你的人 不是他 是我 我死也不会跟你在一起 你杀了我呀 好 剑由疾风 真的大开眼界 上官非烟 从今以后 你不可违背楼中一旨 届时冒陵 更不可欺骗龙门 背弃誓约 不可欺骗龙门 不可欺骗龙门 如果你真的不想见我的话 就不会留在这里了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 如果你再来找我 我可以让你找不到 非烟 你的手 你是 非烟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不可欺骗龙门 我知道你是身不由己的 身不由己也好 命运弄人也罢 我抹不掉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我六岁就是孤儿 是和一帮收留了我 十三岁那年 帮里有人要侮辱我 我就把他给杀死了 那是我第一次杀人 后来我就成为了职业杀手 之后又进了清一楼 关于我的过去 我从来没有机会选择 好像所有的厄运都产着我不放 这就是我的命 我认 可我不接受你的同情 我需要理解和宽恕 你明白吗 我只想看到你平平安安地坐在我面前 陪我吃一顿简单的饭菜 让我知道你还活着 我就心满意做 如果你真的想补偿我 可以答应我做到这些吗 你听我说 陆琪父子 我今天 要珍重地告诉你心里的话 我并不是同情你 我是佩服你能有那么大的勇气为我拼命 由你为伴我何其幸运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希望每天都能和你坐在一起 不仅是一顿饭 以后每一天都能见到彼此 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你在我心中是那么的美好 你不能再轻视自己了 好 我会的 再过一点时间好吗 好 好 好 阿信 你的脸都黑了 是不是陆小枫又骂你了 沐清风死了 被丹凤杀死了 什么 丹凤杀了沐清风 是啊 可是我告诉陆小枫 还有魏王爷 他们根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还没有来得及给沐清风当女儿呢 阿信 什么事情慢慢说 我从小就没有爹没有娘 是师父收留了我 她是我命中惠客父母 我不相信 我也不想相信 可是后来 我遇到了桂花娘 她死了 我现在碰到了沐清风她也死了 我 阿信 哪怕你没有爹娘 哪怕你没有爹娘 但你还有我 老朱 花马楼 和陆小凤啊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我会怕你当做自家妹子一样的 你们三个我真的相信 可那个陆小凤 我根本就不相信她 整天那个心里面只有丹凤丹凤丹凤 我都已经跟她说了 丹凤杀了独孤一鹤她不相信 我跟她说丹凤杀了沐清风她还是不相信 那你是误解她了 她不是不相信 只是觉得另有隐情 她特意去金鹏府问过雪儿 金鹏国只有一个公主 事情有两种可能 一是丹凤善于伪装 那她的眼睛未免太好了 二来就是她被霍修控制了 那丹铁山 平一凡 他们的死又如何解释呢 她在峨眉山的时候对我那么好 我也不信她是在演戏 若她现在是被控制的 陆小凤就一定会救她 等她恢复正常之后 我们才会问清楚啊 你别看她平时完事不公 内心啊特别有原则 丹铁山 独孤一鹤 沐清风 每条命她都记在心里 那如果这个丹凤 她真的是个两面三刀的人 该怎么办啊 她一定会很伤心 但是就算再伤心难过 也一定会离开她 因为她虽然喜欢美人 可不喜欢蛇心 那如果她是蛇蝎美人呢 蛇蝎美人也不用担心 拿来寻求刺激可以 但是天天抱着睡觉 陆小凤才不干呢 也是 我的心里啊 真的好乱 好烦躁 我本来是想冲去德王府的 可回来一想 我怕德王爷和沐鱼伤心 又没敢去 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还好有你在 还是你对我好 母后 沐清风在先帝年间 就立下战功无数 这些年 镇守边疆 俊杰安宁祥和 忠心耿耿 天地可见 母后 我无意重伤任何人 只希望母后 能够将此事放在心中 让我对她的遗孤 有个交代 母后 儿臣将沐将军 请到府上做客 沐清风 却攒造了这样的不测 这件事情 对儿臣脱不了干系 所以儿臣 不会做无畏的辩解 皇兄 请你给小弟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查到凶手 自证清白 沐清风功绩显赫 先皇和皇帝 对他都评价有加 如今他死得蹊跷 哀家也深感同心 按道理 哀家应该让宗人府 介入此事 但如今时间紧迫 若按流程行事 恐怕会进度缓慢 所以哀家决定 让魏王自行去查明真相 尽快给你一个答复 如何 但凭母后发狂 皇兄 你放心 臣地下自证清白的决心 就如同一想给沐将军 报仇的决心一样破棄 我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查获此案 好给你一个交代 你来做什么 我去过德王府 沐云知道沐清风死了 悲痛欲绝想来报仇 但被德王阻止了 我听得出来 德王爷和沐清风 是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我觉得他不太会做出牺牲兄弟 嫁祸于魏王爷的事情 也许他根本就知道你在偷听 是故意做戏给你看 随心所意地去偷听 又不被发现 对我来说很简单 你以为德王爷长得宅心人厚 你就相信他吗 他对沐云说的话未必是真的 再说了 人不可貌相 不是吗 果然人不可貌相 阿星和我说 沐清风被人杀死和你有关 我不相信 是我不愿意相信 我宁愿相信是霍兄用药物 控制了你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沐清风根本就不是上官墓 无论你有什么理由 他都不是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因为我了解你 而且你说的漏洞百出 不能自圆其说 好啊 既然你不相信我 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 因为我始终认为 这几天 你的言行 并不是出自你本性 而是被霍修下药控制 因为霍修才是 真正的上官 我研究了上官的奇数 如果他确实被霍修所控制 你试一试这个方法 如果他闻到了这熟悉的香味 很有可能 会幸福到霍修至责的风味 不让他去挨探 遏手 找着我的手 对 是 你不的 能不能承知 你也要不得了 你会 带到 thankful 上官牧就是莫清风 他不是我杀的 大夫 上官牧是谁 上官牧是谁 大夫 你告诉我上官牧他是谁 大夫 你告诉我上官牧他是谁 上官牧是莫清风 莫清风就是上官牧 丹凤是陆小凤杀戮你爹 你的杀父仇人是谁 你的杀父仇人是陆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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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陆小凤 是陆小凤 杀了你爹 杀了你爹 你果然被人控制 你果然被人控制 女心想歇要 jer 将其所有杀父好 有杀父 TRAIN 宋 爹 有杀父 原来佛凤是由三个因や珍菌 再加上定魂伞固执他 所以丹凤姑娘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就是假说他引毒了 这样会要他的命 引针不拔 有解药也没有用 可是 拔出引针后 丹凤真气消散性命危险 所以 只有何你我之力 同时注入真气 给丹凤虚弱的身体 并用我的解药解毒 他才能活 就算你说得错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现在还不是时候 也需要等他醒来以后 神志清醒方可 只要他能耐得住 我们的真气 就能慢慢好起来 陆兄放心 丹凤姑娘会康复的 老王爷 怎么样 属下找到丹凤姑娘的下落了 他在哪儿 丫鬟们说丹凤跟着陆小凤走了 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 他还是个东小凤走 还有据传闻 德王联平百名武将 要弹劾你 什么 是吗 男方 骆晓风 男方 你终于认得我了 我这是 在哪儿啊 你觉得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我好像 跟你分开了很久的样子 骆晓风 我们是不是在峨眉山的时候 就已经分开了 原来你的记忆还停在那个时候 后来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记得 我是被人绑走的 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那些人对我很有礼貌 可是 可是我觉得好害怕 你被青衣楼的人抓走 但是我到处找不到你 青衣楼 你杀了我爹 我要你报仇 你不要走 你给我回来 你 我爹 被人杀死了 我爹 干什么 不对 你不是陆晓风 你到底是谁 不是你 不是你 是别人假扮的你 杀死了我爹 他杀了我爹 他杀了我爹 他杀了我娘 我该怎么办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真凶 我一定保重 我怕你 就去那儿 那儿 我说你 我应该怎么办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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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我从来没见过陆小凤 这么失魂落魄 丹凤 一定不能有事 丹凤先是被清一楼的人绑走 放我出去 月亲眼目睹 假扮成陆小复模样的霍天青 杀了他的夫妻 他吃了霍修的地魂伞 又被三根银针定住血位 丧失心性记忆 完全被霍修操控了衣袭 才会做出那么多反常的举动 变成了另一个 我们完全不认识的答案 所以 他对你行刺 投靠魏武而来 甚至杀死沐清风 都是霍修的指令 丹凤被定魂伞控制了心智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原来是我错怪他了 丹凤他身体怎么样了 我去看看他 阿夕 丹凤这一次 不知道是否能熬过去 还是留点时间给他们说说话吧 太不公平了 他们的误会刚解开 丹凤却又生死未卜 丹凤 虽然快熬不过去了 可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还是跟心爱的人在一起了 天宋最后想的人 是你呀 我知道他对我很好 所以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 我要把他那份 一起活回来 可是话说回来 我不相信在轻衣楼里 没有定魂伞的解药 我一定要找到他 不能让丹凤等死 我必须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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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不住爱上 不灵不离 我们想漂浮在海洋 一把木枪 撑不到彼岸 一滴眼泪 模糊了月亮 看看这个世界 总是缺缺一些方向 我们的爱差一点 就能却多一点 快要分开的句点 再退一点 这悬崖 为它写 要怎样才能脱险 再退一点 要跟你说再见 让下辈子不再见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